古茶树成群的云南省昌明县 至今保留着一种古老而独特的饮茶方式 是祖传下来的 土罐茶讲究多 不喷不喝 喷出也不喝 哎 李师傅 这茶怎么都冒出来了 文区的茶 文区的云南省丰富的长宁县鸡飞镇 有一种来泡温泉弊点的美食 温泉不老蛋 大块烤鸡 做法看似平常 配个当地特色的蘸水拌料 鲜香又人 酸辣酥脆 热辣就想吃 如此好吃的烤鸡拌料如何制作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温泉不老蛋 千年土罐茶 传播农业科技 以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如约走进农广天地 云南省宝山市昌宁县 被称为千年茶香 那里有许多树林千年以上的古茶树 而且听说 他们至今还保留着一种 古老而又独特的饮茶方式 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昌宁山区多雨 农户的土屋一年到头阴冷淘湿 因此家家户户的屋里都备有火糖 我身后的这位李师傅 是温泉镇连西村有名的植茶师傅 刚才为我们表演的这段泡茶的习俗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土灌茶 地泡和尊贵的客人 谢谢李师傅 李师傅这是什么茶呀 怎么这么浓 您平时都喝这么浓的茶吗 是的 就喝这种茶 一杯苦 二杯色 三杯四杯好待客 那看来我还得多喝几杯 是的 记者盛情难确有多喝了几杯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怎么有点头晕的感觉 别看着其貌不扬的小土罐 其实内有乾坤 与他搭配的茶叶可是大有来头 这是我们青年古茶树上采下来的茶 喝了以后好像头一点云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大业种古茶树上的特征 哦 原来我喝的是千年古茶树上的茶 这茶树有年头 味道也是不一样 但是千年古茶树上的茶 也是茶不是酒啊 为什么我喝了会有酒醉的感觉呢 究竟这玄妙是藏在茶里还是罐里呢 李师傅只笑不语 卖起了棺子 记者就更好奇了 李师傅您能教我泡土罐茶吗 那你先把茶也采回来 我身后就是一棵千年古茶树 它不同于以往低矮的灌木形 它是桥木形 我目测大概有十多米高 今天的这个采茶任务可就艰巨了 我得爬树 这树也太滑了吧 这怎么上啊 蹬都蹬不住 要说我们这记者啊 上树这胆子还真不小 动作虽然有些笨拙 总归是上去了 可算是上来了 大姐这茶叶怎么采呀 一牙二片这样采 一牙二片 就是一个牙两个叶子 怎么采下来 拿手掰的 这样 得掰下来不能掐 用指甲掐会造成茶饼损伤 影响茶叶品质 此时正是春茶的采收季 茶农们飞快摘取的 不仅是茶叶 更是一年保安稳 图富足的生活 再看看我们记者的采茶速度 这边应该是一牙二叶吧 哎呀你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啊 赶紧请外援吧 看来我自己是完成不了这个采茶任务了 我要拜托树上的两位大姐了 辛苦大姐了 我刚才在树上采茶的时候就发现 这古茶树的叶子呀特别的大 看和手掌一样大 这古茶树的叶子为什么这么大呢 望远望去 树上的老叶 即使是新芽都很大 赵老师 这个古茶树跟普通茶树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里的古茶树是云南大一种古茶树 首先它的植株高大 水强母性 第二呢 它的叶品大 叶肉厚 第三呢 它内含物质丰富 做成茶叶品质好 口感好 会干肠 昌宁地处滇西高原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非常适合茶树生长 要说昌宁的茶树与别处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成百上千的古茶树比比皆是 它们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养树秘诀呢 尊重 尊重 是 首先我们要尊重古茶树的自然生长习性 尽量让它在原生态环境里边生存 第二呢 要尽量的少采栽 一年就在春茶和少量的秋茶 一年采两次 顺势而重 硬势而采 只在合适的时间 接受大自然的馈赠 这也许就是对古茶树最大的尊重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在茶农们的帮助下 记者完成了采茶的任务 这古茶树采茶还真是不容易 但是在两位大姐的帮助下 我还是采到了这么多的茶叶 李师傅 哎 茶叶采回来了 好的 看看怎么样 记者完成了采茶任务 以为这下可以学习泡茶了 没想到李师傅说 要学泡茶还得学会制茶 经过晾 炒 揉 不晒 几道工序 就制成了用来烤制土灌茶的晒青毛茶 晒青毛茶是采用太阳光晒干而成的绿茶 不是完全靠烘干和烤干的 基本上是晾干的 所以保存了很多的有机制 当地茶农晾茶 大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晾在外面露天的场地了 而是晾在像这样的阳光房里 晒茶容易受下雨的影响 聪明的茶农想到了在自家屋顶 建造阳光房的方法 既能防尘又能避雨 晒青毛茶如果直接用热水泡制 口感声寒气重 由此催生了当地先用土灌烤制的合法 李师傅 火烧好了 一防土糖 一壶清泉置于其上 终于到了记者学习烤制土灌茶的时候了 你先把这个罐热起来 先热罐 对 放在这就可以了吗 可以 这个小罐是用什么做成的呀 这个小罐是用土淘做成来的 土淘罐 对 为什么要用土淘罐来烤茶呢 是我们足足够被烤茶饮茶的一种工艺是祖传下来的 用土淘罐烤制晒青毛茶可以说是当地流传久远的一种茶道 土淘取材天然使茶叶的品质不受影响 生温慢散温慢的特性更利于茶叶在烤制中受热均匀 这个土淘要到八十度才能放茶叶 八十度 那茶叶放进去不就烤熟了吗 要进行随时的等它 随时等它 土淘罐茶烤制成功的关键就在一个斗子 这个是三摇 三百 这个是三斗 三斗 我试试 三摇是这样摇吗 是的 茶叶在土灌的斗洞中上下翻飞 均匀受热 茶香被迅速激发 茶梗慢慢发胀 叶片逐渐变黄 我们村上有个风俗 男娃到女娃家提琴必须先烤茶 那肯定得先烤茶 这提琴是家里人的大事 不是那个烤茶 是烤这个土灌茶 烤这个茶 为什么烤茶要烤这个茶呢 提琴土灌茶 这两件拔杆子打不着的事 有什么联系呢 烤这个土灌茶 耐心才能烤出好茶 男娃到女娃家提琴 必须耐心地烤茶 如果她细心地烤出好茶 老人把女娃交给她 才放心 那李师傅 您的女婿肯定很不错吧 李师傅挑的女婿当然没得说 你好 你好 您是 我是李师傅的邻居 听说她要来客家的 我们来吃热的 那坐吧 好的 原来村里的邻居听说李师傅家来了客人 特意过来热闹热闹 我们的记者刚好可以在他们面前 嗅一嗅他的茶意 正好刚才李师傅手把手教了我 泡土罐茶 你们也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哎李师傅 这茶怎么都冒出来了 这跟开锅似的 你把烤焦掉了 倒掉 倒掉 李师傅告诉记者 如果茶水不喷表示茶声 喷了则是烤焦了 小罐茶不光烤制讲究 最后的冲泡更是检验烤茶是否成功的标准 这可非一日之功啊 还是让李师傅给我们露一手吧 烤好了 我倒出来看一看吗 可以可以 这个没烤的还有一点发白发青的颜色 是的 烤好的茶是金黄色的 香气比较充足的 你闻一会吗 确实这个烤好了以后香气就比较重了 非烤之前它是一定的寒气 通过烤了以后呢 它去掉了寒气 提高了香度 土罐茶讲究不喷不喝 喷出不喝 茶水的泡沫涨到茶罐口以上 但又不易出为成功 这种独特的冲泡方式 使茶味更浓烈 香气更提神 喝不惯的人喝了以后感觉到特点晕 为什么呢 这个茶是用土桃烤出来的 它增加了茶的鲜度 提高了茶的浓度 一般性能喝呢 它沉湿不住 怪不得我刚才喝这个茶 觉得味道特别的浓 有一点上头的感觉 就好像喝醉酒了一样 原来古树茶里的儿茶素 生物碱比较高 再用小罐烤制 加速了这些成分的吸出 记者过量饮用了这千年古树茶 由此才造成了茶醉 记者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老辈子老年的就习惯喝这种茶 别人茶它不感兴趣 近几年随着古树茶市场走壳 茶浓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近几年就古茶树单独做出了一颗 比近几年多顺三万多元 傍晚忙碌了一天的茶人们 围聚在火堂边 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厨房里几道地道的本地菜 也正准备用美味 犒赏茶人们的辛劳 酱油 油 詳哥 油 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茶农家的饭菜也和这里的茶农一样 古实无华 却贵在天然 茶可饮可食 与简单的食材相伴 烹的是一颗热前代客的心 这个是茶叶凉拌 这个吃起来挺苦的 是的 应该挺败火的 茶它能排毒养颜 这些就是古树茶的 不是一般性普通的茶 好吃爆炸 挺好吃的 下饭满口香 茶香人用最朴实的话语 告诉了我们与茶香般的味道 温泉丰富的昌宁县鸡飞镇 有一种来泡温泉必点的美食 温泉铺老蛋 大块烤鸡 做法看似平常 配个当地特色的蘸水拌料 鲜香诱人酸辣酥脆 鸡的辣椒 如此好吃的烤鸡拌料如何制作 敬请收看本期农馆片地 温泉布老蛋千年土罐茶 在昌宁 温泉资源也特别丰富 鸡飞镇的鸡飞温泉 在当地也是赫赫有名 很多去那儿的人 除了泡温泉 更是被那里一种特殊的美食所吸引 这波我们的记者也去了 鸡飞温泉 鸡飞温泉明末清初就已经被开发了 大大小小的泉眼众多 常年出水点就有18个 水温从42到90摄氏度各不相同 吸引游客们前来的不光是这里的温泉 还有一道与温泉有关的特色美食 哇 这个饮料实在是太好喝了 猜猜我喝的是什么 温泉布老蛋 在鸡飞山温泉 吃温泉布老蛋可算是一景 这布老蛋究竟为什么能被吸着吃呢 这个可以插入吸管喝的温泉布老蛋 其实我们可以吸出的部分是它的蛋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蛋清还没有凝固 显得非常的软嫩 原来布老蛋的蛋清像豆花一样滑嫩 怪不得能用吸管吸出 这个可以吸着吃的鸡蛋 为什么叫布老蛋呢 不知道反正它们都是这么叫的 布老蛋吃了糖生布老 可能是因为这个布老蛋健康比较有样子 就叫布老蛋 书法不一 版本各一 还是让我们剥开蛋壳瞧瞧吧 蛋清又稀又滑 蛋黄虽已成型 却还比较软嫩 蛋清蛋黄都呈现比较鲜嫩的状态 所以被称为布老蛋 或许这布老蛋的名字里 还被寄予了一种健康长寿 青春布老的意思 才这样大受欢迎吧 可这布老蛋究竟是怎么煮出来的呢 哦 原来这儿就是煮温泉布老蛋的地方 可这么多人呀 布老蛋要煮多长时间可以吃 15分钟 15分钟 对 这么多温泉 为什么大家都要在这排队煮布老蛋 因为就这跟母爱可以煮 人都挺多的要排队 为什么这两处泉也能煮出 如此特别的温泉布老蛋呢 因为它这个温泉水是天然温泉 然后它的温泉的温度 基本上都保持在80度左右 15分钟露出来就形成这个布老蛋 温泉布老蛋的形成 源于蛋黄和蛋清凝固点的不同 蛋黄在60摄氏度以上开始凝固 而蛋清的凝固点是80摄氏度 因此在恒温80摄氏度左右的温泉水中 煮够15分钟 蛋清与蛋黄所呈现的状态 就是布老蛋的样子 温泉布老蛋的谜底算是解开了 但来这儿的游客几乎人人手里都提着 好多鸡蛋是怎么回事呢 你买这么多鸡蛋也是去煮温泉布老蛋吗 不是 这个是买回家自己吃的 我家里那品特别喜欢吃 特别是小孩 我每次来都带回去的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 这大寿欢迎的鸡蛋是附近鸡飞山上产的 山上还可以捡鸡蛋 我想这上山捡蛋 可以比上述彩茶容易得多吧 这么大的鸡蛋 去哪找了 妈妈 我又找了个鸡蛋 哎呀 这个是你 哎呀 找到鸡蛋了 你们找到鸡蛋了吗 找到了 怎么找到的呀 这里到处都有鸡蛋呀 到处都有吗 这个树洞里面还有草丛下面都有鸡蛋 这个农室体验项目 既能体验农室的辛劳与乐趣 又能知道自己亲手从鸡窝里捡食的鸡蛋 后来这紧鸡蛋的质量比较好嘛 真的能吃鸡蛋 然后就是回家给孩子吃了 应该比较好 鸡蛋紧鸡蛋 这个让大家在山林里捡鸡蛋的主意 是谁想出来的呢 王脚虎 这片养殖场的负责人 以十万元的贷款起步 带动了159户村民加入养殖合作社 共同发展临下生态养殖 去哪里找鸡蛋的问题呀 问他准没错 哎 那边看一下吧 一般隐蔽的地方就有了 哎 那边也有了吗 那是树洞里边 真的有哎 还好几颗呢 真的 再去看 原来鸡啊 喜欢在这样的地方下蛋 阴凉在树底下 特别的安静安逸 这个地方挺好的 鸡还挺会挑的 我们到别的地方再去找找看 好 走 了解了鸡下蛋的习性 记者终于靠自己 也找到了鸡蛋 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在这么大的山林里 为什么只听见许多鸡叫声 却看不到几只鸡呢 是一般的山地鸡泛养的 它的那个养殖密度 是50亿亿亩 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 踩食空间 还有活动空间 所以说我们就把养殖密度 降到30亿 每亩 所以说呢 你在我们的这个林子里边 就看到的鸡就感觉非常少 在这片占地 2050亩的养殖场里 放养了共2万羽的山地鸡 广阔的山地资源 也为鸡提供了 更丰富的采食资源 看我们这里边的 可食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 从上到下 就是说落下来的松毡 还有一些花籽之类的 掉到地里边 都是可供鸡 这个刨石的 像这个它是一味中药 叫野霸子 野霸子 人也可以食用 但是在山林里边 鸡也可以食用 特别是一些 它的籽掉到地里边 鸡就可以食用到了 太高的时候鸡够不着 对 它落下来的时候 鸡在刨石的过程当中 它也就一柄吃下去了 那这个有什么功效 它一般就是消炎跟解毒之类的 一味莲药了 这个人也可以吃的 试一下 直接就吃这个叶子 对 确实有点苦 对 还挺色的 云南山区地理条件复杂 植物资源丰富 有利多种植物药材的生长 这也成了山地鸡 天然的保健资源 平时其实我们就是 一般都是煮了 然后熬那个药水 然后堆在鸡饮用水的里边 给鸡喝 然后另外一种喂食方式呢 就是把它晒干以后磨成粉 然后我们又把它拌在 那个包裹粉里边 因为包裹面它是我们的主食 所以说我们这个鸡一般 都是不喂什么吸药之类的 含抗酸素之类的药物 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些 现有的资源 现有的中草药 来平时来做预防的 比如说我们的鸡 这个很健康的 走了 喂鸡去了 我现在扛的是芭蕉树的杆 这也是鸡吃的 伙伴们快来吃水果啦 大哥你倒是快点啊 是因为芭蕉杆里边的 含有的水分比较多 就给它做腐蚀 就是它的水果了 相当于鸡吃的水果 对 鸡也是要吃水果的 利用当地的天然地理条件 开展临下生态养殖 王角虎的土鸡已经飞出了鸡飞山 飞到了宝山 昆明等多个大中城市 越来越多的人也品尝到了他们的美味 特别的鸡令啊 现在这些鸡就要被 带上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送往消费者的餐桌了 这个鸡在我们餐馆很受欢迎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来的人都会点这个菜 多会点 必点 嗯 那次要买多少 嗯 一个星期四五十只左右 这临下养殖的生态鸡 究竟味道如何 让我们就去这家饭店尝尝 大块烤鸡 做法看似平常 配个当地特色的蘸水 鲜香又人 酸辣酥脆 口感丰富 还不油腻 蘸水中的各种植物香料 功不可没 这个烤鸡吃起来又香又辣 特别过瘾 挺辣的 要是越辣越想吃 它的调料比较特别 你没关系 是我们本地的调料 以突出烙和香为主 吃起来感觉还是挺香挺辣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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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茶树 土灌茶 布老蛋 生态鸡 这些无不透着昌宁人 常宁常安 长长久久的一种美好愿望 也是对健康生活的滋滋追求 更是他们实现富裕梦想的希望 懂健康会生活 我们的旅程还将继续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